Echo of Wings 一支声中文配音社团 哇 一分钟前 终于选择出来的小愿望 是我的好日子 全部我的小愿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愿望哥哥 没错 是我 这个 时隔多久了 差不多有四个月了吧 对 我终于更新了 我实在抱歉啊 其实老粉应该都知道嘛 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 所以这个休息的时间也很不稳定 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定期更新 不过我保证 在我能力范围内 一定尽快多出作品 好吧 承蒙不弃 小愿望哥哥再次感谢大家 这么多年的支持 今天扣死的呢 是这个英雄联盟里面 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英雄 叫九尾妖狐阿黎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先给大家看一看 我变成阿黎的样子吧 来了 高能预计 被战斗的约迅速撤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黎 今天的妆面大概是这个效果了 你真亡 扔药 冷血 前面的 外拍就滚 弄什么嘴巴 好了 那下面开始今天的教程咯 第一步啊 不好意思啊 这没化妆的时候我就不为应了嘛 还是用本音讲解啊 第一步 打底 我就不多说了 下面遮瑕 小冤枉哥哥 关于修容 可以出一期详细教程吗 感觉你做的修容 简直就是变脸 精致又不突兀 火化的 仿佛是刚被人打过 放心 我会找一个专门的时间 然后出一期专门的教程 关于修容的 放心吧 小冤枉 出去执行任务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都很奇怪你的 我武力这么报表 你应该让那些罪犯 小心好吗 小冤枉哥哥 你的尾名是怎么练的呀 有窍门吗 下次 你能不能扣心哥哥 你的眼影盘是什么牌子的 看上去好好用啊 这里可以吧 你过个马路就到了 行行行 谢谢师傅啊 没事 小心点 记得好评啊 放心 你别管我 你 你 干嘛呢你 老实 你 你停什么点啊 你停什么点啊 什么情况啊 月姐 临时纠纷 这样 先帮我把她带回审序室吧 起来 打死我呀 让我死啊 别哭了别哭了啊 枪毙你是不可能的 你不满十六岁 又不是故意伤害 顶多就是个民事赔偿 走 别哭了 自己走会不会 你今天不是休假吗 来局里干嘛 我出门买护肤品 结果钥匙往家里了 顺路来找我爸拿钥匙嘛 又忘带钥匙 你们这爷俩 今天你爸要是也忘带钥匙 这可就搞笑了 呸呸呸 乌鸦子 人我给你放这儿的啊 辛苦辛苦 你贵妇级别的护肤品 明日见啊 见什么见啊 你明天不是要去保际培训吗 说顺嘴了嘛 我回来后见啊 拜拜 拜拜 来 文君妹妹 你今天不是休什么 来找我爸吗 他在办公室吧 在呢 好嘞 回见啊 嗯呢 呦 房丽书啊 休假还来局里啊 手里拿的什么 慰问我的 吃的 吃你妹啊 护肤品 大男人擦这碗有什么用啊 小心你爸又怼你我跟你说 这碗能破案吗 能放弹吗 嘿 东云飞 你倒是提醒我了 这些护肤品你先帮我拿着 就放个办公室 一会儿我找你去求去 干嘛呀 我得去找我爸一趟 唉 你帮我拿着啊 办公室等我 行吧 爸 我刚才看门口 嗯 爸 你 谁让你进来的 你不会敲门啊 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跟家里没关系 你来干嘛 我来找你拿家里钥匙 又拿钥匙 你这回头配一把备用钥匙 到门口滑坛底下 一天到晚忘个钥匙 添多少麻烦事 哦 你还不走干嘛 那我走了 去吧 怎么回事 见完你爸了 嗯 唉 哎 那个刚才外面那起民事纠纷怎么回事啊 好像那小子上设计课的时候 误杀了他教练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啊 一定问岳萍萍 那小伙子叫什么名啊 这个你问岳萍萍吧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死者是谁 我倒是知道 谁 梁峰 梁峰 对啊 就是以前那个全运会设计冠军 哎呀真是可惜了 梁峰 怎么了问这个 我刚才不是去我爸办公室吗 进去的时候他在哭 房队在哭 为什么 他不肯说呀 我进去的时候他手上在翻一本那个案卷 等我走进去的时候他就把案卷合上了 好像不想让我看见似的 你怀疑你爸哭跟今天这案子有关系啊 就是直觉啊 又是直觉 你比女人还会用直觉 我直觉很准的 你别不信 我没说不信啊 那保障品 我给你保管的好好的 什么热情吃饭啊 请你打游戏吧 今天下班怎么样 今天不行 今天我跟我女朋友要约会 你俩都订婚了还搞约会呢 也是难得的嘛 我再陪陪他他要生气了 行吧 那预祝你俩约会愉快啊 我撤了啊 拜拜 月姐 今天民事纠纷那父子俩叫什么名字 儿子卢天骄 父亲卢士刚 问这个干嘛 卢士刚 求求你 别这样 8月30号 长安区曲江兴区 翠湾花园的一栋住宅楼内 发现三具尸体 死者 没一家三口 死者卢士刚 广源建材公司的法人代表 妻子张秋月 家庭妇女 吴燕 儿子卢天骄 高二学生 死前在长安实验中学就读 三人死前都曾遭到捆绑 死后被摆成瓶子型 初步判断 死亡时间是在三天前 也就是8月27日 三人的死因都是割喉后 又被瑞武刺中心脏 这一系列作案手法 和金川连环杀人案 一模一样 藏了五年了 金沙人魔 又出现了 白云诗原著 姬兄西北荒 第一期 让你好好歇着 怎么又起来了 为此有起来 从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妻子和丈夫感情很好 公公婆婆对儿媳 也宽容慈爱 妈 你快去歇着 转眼就要生了 快去歇着 结婚后不到两年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是个男孩 哎呀 男娃 老天保佑啊 给孩子起个啥女儿好啊 嗯 就叫张小病 可以不 听你的 可是孩子出生的喜悦 并没有在这个家庭维持太久 第二天 孩子的爷爷 意外死亡了 这个意外的发生 令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于是孩子的奶奶 第一所应当的 就为这个孙子算了一光 哎呀 这孩子天煞无星 命太硬了 修说克父克母 他是娶妻克妻 生子克子 凡他命令亲近的 都得九死一生 师父 我 有没有破解的法子 要是有个妹妹 阴阳调和 治不掉就能化解力气 二零一五年 九月十日 零点零三分 小杨 小杨 我把金川案所有案发现场资料和照片都带来了 辛苦你们 一杀杀一家 太丧心病狂了 哎 这张死者怎么只有一个人 啊 这是他第一次作案 啊 怪不得现场这么乱 嗯 第一次杀人之后过了半年 这是他第二次作案 这次直接升级为灭门 而且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 从这之后呢 一年一起灭门案 一直到二零一零年突然停止作案 然后 你知道的 今年曲江案发生了 的确很像 曲江案和金川案的确是很像 捆绑 割喉 让尸体下跪 乍一看 整个死亡现场简直就是金川案的复刻版 对 曲江的案发现场也被打扫得非常干净 说明凶手心理素质和反侦察意识都很强 像个老手哈 而且你看啊 母子俩被割喉的这一刀 干脆漂亮 凶手如果不是惯犯 难不成是外科医生 可为什么要现在杀他呢 什么 分析会明天就开了 你们抓你鉴定吧 鉴定结果微信传给我 这案子不是你爸在负责吗 所以我让你私下传给我嘛 好了保持联系啊 多少年了咱俩再在一块合作 居然还是为了这个金川案 你这堂堂市公安局副局长 这一般的小案子 也惊动不了你 可这案子太大 上面多少双眼睛盯着了 别人都想躲得远远的 就你往上凑 你也知道 这案子我查了十五年了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这次由我负责也是应该的 你当刑警这么些年了 兢兢业业 说实话 你早不应该是现在这个位子了 君子 我说一句我这个身份不该说的话 你被这个案子耽误太多年了 我盼望你慎重一些 你我这个年纪 无畏勉强自己 我倒没有什么 我是为了你才这么说呀 老陈 你明白我的 抓不到这个凶手 我死也不会明目的 陈局 防队 会议室准备好了 请进去吧 走吧 曲江案的大致情况 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我就不做赘述了 初步对比 不排除曲江案和京春案 是同一人犯案的可能性 并且是极大的可能 现在说一下现场细节 死者家里财物 没有任何损失 凶手并不是谋财 对女性也没有性侵犯的痕迹 凶手进门似乎只是为了杀光家里所有的人 这一点 同金川案是一样的 再看这里 这是丢弃在卧室的空调背 上面有喷溅状的血迹 这应该是凶手行凶时 用空调背挡住了受害人的伤口 防止血液喷得满屋都是 不好清理 在现场没有留下指纹和脚印 在走廊里也没有办法提取有效的足迹 这说明 凶手的反侦察意识非常强 很有可能是惯犯 监控呢 案发那天 翠维花园那片 因为调试变压器 从下午六点开始全区停电 所以 没法调去监控 监控和社区民电是一条线 规定上不应该是同一条 但社区里的监控头有违规情况 这是我们管理上的实质 现在的情况是 很多翠维花园的业主 27号晚上为了避暑 从下午开始就离开了主处 所以当天晚上 翠维花园几乎没有什么居民 要找到目击者啊 也比较困难 没有监控 没有目击者 够会挑时间的 不能排除凶手 对电力公司的情况有干预的可能 要把长安市电力公司 和翠维聘去了变电站工作人员 也纳入调查范围 但有一个更奇怪的疑点是 卢士刚当天下午 还在钟楼的公司里上班 他的妻子和儿子也不在家 停电通知半个月前就下来了 明知道要停电 你说他们一家人 为什么要返回家中呢 事实上一点还不止这一个 卢士刚是十五年前 金川案第一起案件的嫌疑人 当初因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了 爸 说了半天 你怎么不提这个呀 小专家 进来进来 对不起啊 各位叔叔伯伯 我刚从法医那边回来 弄了点资料 来晚了 你来干什么 什么叫他来干什么 海归的优秀人才呀 老房 这你就不对了 任人不避嫌 局势不避亲 你这做事 又是共产党员的准则呀 我搜集了一些 曲江案和金川案的对比资料 都在这个U盘里 如果不介意的话 给我吧 我刚从技术科回来 作为刑侦中心的干警 我认为现场有一些细节 还是有必要做补充的 你说 我看了一下试检报告 发现卢士刚一家三口的死亡时间是不同意的 死因也不同意 卢天骄和张秋玉的死亡时间 虽然不能精确到几十几分 但据推断肯定是先于卢士刚而死的 从师班上看 卢士刚被绑的时间 远长于他妻子和儿子被绑的时间 他可能被绑了长达四个小时 十几年前的金川案 因为受到技术的限制 无法准确看名死者的死亡时间 但是根据现场的物证我们能确认 至少有三桩莲华案当中 凶手是先杀死了家中最身强力壮的男性 然后才对傅儒进行绞杀的 这是对凶手而言最保险的做法 如果曲江和金川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那么为什么这次 凶手要把卢士刚留到最后杀呢 我今天带着这个疑问 和法医仔细勘查了三具尸体 和我想的一样 卢士刚的颈部有明显的骨折痕迹 胸部 脑部 膝部 都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挫伤和断裂伤 这说明他死前曾经遭受殴打 但未致死 凶手是刻意卸除了他的反抗能力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才将他彻底杀死 别这样 别这样 也就是说 卢士刚是被凶手反捆双手 一直处于无法反抗的状态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妻儿死在他的面前 不 不 凶手是在制造一场精神上的酷刑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单纯就是变态人格吗 还是 他对死者有什么别的情感 再看看金川案 金川案的凶手选择的杀害对象几乎是随机的 他与被害人之间毫无关联 他杀人很纯粹 一击毙命 并不存在折磨和凌辱的现象 所以 你的结论是 我怀疑这是模仿作案 凌叔 前面这些你说的很有道理 是认真思考过来 但有个问题 你想过没有 你觉得 曲江案和金川案在犯案手法上存在差异 所以你怀疑这是两个人做的 这有道理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凶手还是原先那个人的话 他已经五年没有出来了 五年过去了 他的体力会下降 状态会改变 在这些前提下 他先选择制服男性 然后快速地杀死妇孺 这也是有可能的 真是那样就好了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凶手身体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卢士刚今年五十出头 身体保养得很不错 他是不应该没有反抗能力的呀 可是他身上 完全看不到反抗的痕迹 他的指甲完好无损 里面连一点点撕扯的人体组织 或衣料都看不到 反抗时手掌前臂万步 这些地方应该有撞伤挫伤的 他没有 完全没有啊 所以卢士刚是束手待臂 爸 你先坐 我还没说完呢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 也是引起我另一个猜想的地方 陈局 防队 你们当年都在金川县 是同事 应该知道 卢士刚是金川案实案的犯罪嫌疑人吧 卢士刚是无罪释放 他不是凶手 是的 我知道 当年一例主张一罪从无的 就是我爸 我爸 给了他一个清白的身份 他的清白是法院还他的 他不是凶手 有时候法律说服不了情绪 清白自在人心 如果我是金川连环杀人案当中的死者 若能死而复生 我一定会把卢士刚千刀万挂的 你不会是要说 这取交案的凶手 是金川案里的受害人 起死回生了 死人当然不会复活了 但仇杀是有可能的 各位还记得半个月前 咱们局里处理的那个民事纠纷吗 这个我会说的 你不要再说了 8月7号 局里接到的报案 卢士刚的儿子卢天骄 在进行射击训练的过程中 误伤他的教练梁峰 梁峰抢救无效 当天晚上死在医院 这个我已经要说了 方黎叔 梁峰的妻子早就去世了 家里只有一个独子 杀父之仇 对他的儿子来说 内心很难平静吧 民事纠纷 误伤致死 这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从哪来的杀父之仇 方黎叔 你坐下 老方 你让他说完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对 就这么多 该调查的肯定要调查 这个 绝对不能说放过去 就放过去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陈伯伯 好 那这样 卢士刚的社会关系 继续调查 随微社区的所有住户 包括前面提到的相关人员 都要排查 关于模仿作案这个猜测 在没有确凿证据前 不要对我宣扬 一是 模仿犯罪的凶手 危险性更高 没坐舍这消息传出去 全是人心惶惶的 没有必要 第二 这个消息 可能会给潜在犯罪分子 提供灵感 别到时候 没有模仿杀人案 也弄得有了 还有就是 八月七号的误伤纠 是否和取疆案有关联 明天先传讯良夫的儿子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大家有意义吗 好 那今天差不多了 一会儿分配下明天的工作 就散了吧 我去 零叔 你走慢点 爸 我跟你一起回去 哦 我以为你今天也值班呢 不值班了 一晚上 就不要再出去玩了 有案子 我肯定不出去啊 这局里到家里总共就这么点路 你用得着特意换件衣服 好看呀 好看 走 喝水吧 今天的会上 你把风头可都出境了 爸 你生气了 我不是生气 我是觉得你不懂事 你去美国自由惯了 可现在是在国内 你要知道 这有些话不该你说 也不该这个时候说 平二那么紧呢 你看到没有 这叫覆水难收 有些话说出口了 一想把它再收回来 就来不及了 水是干净的 但我觉得事实一旦被藏起来 就显得脏了 灵叔 你还年轻 你总觉得什么事都要大家明白才能找到答案 舆论是把双刃剑 我们要保护群众的安全 也要维护民心的稳定 这不能跟美国学 什么大事小事 万万一到 这烂摊子谁收拾 我没说我要找记者 别说是记者 就是在局子里 在没有证据之前 你也不能随便怀疑 做什么事 要走程序 知道吗 爸爸 你以前不会这样的 好吧 有些事你不愿意说 那我就不问了 很快就会有答案 我说个实际这个 窗前花灯前盏 天空倒挂全烂 你却紧闭双眼 听他乌语流淌着 河流不见天日 是谁这幅水下 等待罪恶泛滥 淹没这样的夜晚 你曾是个沉默的年轻人 也曾向我平静的生活 可你头顶总想有多乌云 如影随形总无法躲上 这条道路是命运的走运 还是你内心的指引呢 永远永远在黑暗中游走 只为了不熄灭那盏灯 每个平凡的日落日生 都是死亡与生命的交替 绝望或希望的延续 过去和未来的传奇 每一个平凡的日落日生 每一个平凡的日落日生 一支声出品 晋级制作 白云诗原著 鸡胸西北荒 第一期 美宫 西月 提字 灵雨西蒙蒙 宣传 斗一刀 B站字幕 我是一把剑 配音组 房灵书 夭阳 卢天交 阳仔 卢士刚 海帆 月平平 运衡 敏文君 木树 邓云飞 狐脸 房正军 清风绝影 新闻播报 桃花 刘晨 长月 女人 桃吉二 丈夫 柯母亲 婆婆 水源 算命师傅 王雨航 法医小杨 桂园一宝 陈国华 狼牙 滴滴司机 薛亮 网友A 明晓鱼 网友B 达达阿库马 网友C 虫虫 网友1 朔岩 网友2 武仁老师 网友3 搓背老师傅 网友4 净水 网友5 江夏牧川 片头豹木 千遇千寻 片尾报目 净水 本作品 仅供配音爱好者 个人学习 交流 请勿进行二次修改 和上传 或者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叶之声出品 敬集制作 白银诗原著 鸡胸西北荒 第一期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